安省教育廳最新发布中小学9月上学的指引 小学和中学的学生要每个星期5日返回课堂 并且确保更加接近疫情之前正常的环境 包括课外参观考察、后来聚会以及课外活动等等 如果学生选择远程学习教育局就会继续提供网课 可过第四波疫情的威胁还未解除 教师会如何迎接新学年呢? 请收看星期一晚6点45分 传媒对照 感谢观看